老花一美瑞达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花问题啊 第一个话发来的是一个铁筷子 他说这个冬季需要放到室外吗 零下10度左右 这个是不需要的 铁筷是是一个四季常绿的植物 然后呢 咱们看了一下他这个就是有点稍微的有一些个水大缺光 通风差的那种感觉啊 您可以把表面的土稍微挖出来一部分啊 让他稍微通透一些 尽量的呢 就让他加强一下通风 好吧 零下10度就不要放到外边了 嘿 给他送走了 华仔 哎呦 这是一个新的啊 华仔 那个从你们家买的垂丝茉莉 把下边露了一直让他长这样对吗 这个是对的啊 风车茉莉没动就酷黄了几片叶子是不是江苗了嗯 是江苗了 第一个是垂丝茉莉 他这样养是对的啊 你看厦门那边呢 就很适合养这种垂丝茉莉了 长得比较好 你像风车茉莉那个呢 他对光照的要求就更高一些 更高一些 尽量的呢 现在您这个季节如果有阳台的话可以放室外 有话说会动吗 不会 你看福建 甚至说别的福建就在我们山东地区 他室外跃动能力都是非常优秀的 好吧 兔宝 这问题不大 哎 看一下下一个兔宝啊 这是下一个兔宝发来的是一个字子花的字子花那样 胶尖是怎么破啊 这样的话不排除是一个缺甲 就是一般都是缺一些微量元素 好吧 另外呢 一定要给足一下光照啊 我看您那个光照 你说也给足了 这种呢 就是有一点点那种欧根了 好吧 因为家里面的一个通风还是达不到的 你像呃 如果说咱们在春天的时候呢 您这个或者是夏天的时候拿到室外 这种基本上会不治而遇 然后适当的来点肥料 像现在这个季节呢 就会出现一些个通风岔 哦跟的那种感觉 别的没啥 别的没啥 这下个凑宝发来的这球咋了 坐标几难球挺好的吗 这球啊 拜托帮我看看 谢谢你这这球不挺好的吗 长了很多叶子 慢慢养球啊 现在是需要大量肥料的时候啊 你的话说不是开花需要大量的肥料吗 你开花需要大量的肥料 人家在球里边存着呢 现在是养球的时候啊 你可以用一些奥绿a2当底肥 然后呢 把花多多12号该浇水的时候对水浇 用点高甲型的 让他是吧 没事啊 问题不大而已 没事 济南济南的老师啊 拜托帮我看看 谢谢 这个下个话有发来的是一个彩树 这一个蔬菜啊 这个东西呢 嗯 帮我看看 这个没什么呀 你可以再减啊 那东西本来就这样 他不怕阳光晒啊 因为我都缺光的话会长不好 我看你那个颜色都退化了 非常喜欢光照的一个植物 不怕热 好吧 但是越冬能力这几乎没有啊 一动就就不行了 一动就嗝了 好吧 基本上都夏天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绿花袋里面都有它 冬天的时候就不行 冬天都会冻死的 好吧 小一个臭宝说 画一个干 麻烦看一下 是不是水大缺光 通风畅 嗯呢 对的 这个呢 就是有点水大 您用的这个花盆 咱们老是给大家说 选盆用土的时候呢 就跟咱们大家我穿鞋一样 你穿个高筒鞋就算了 你还弄过 弄个那种大袜子弄的那么厚实 你还没事老爱出汗 你那脚能舒服吗 植物不也一个道理吗 把黄叶子剪了 把表面的土挖出来一些 你这个盆如果说有有时间的话 可以倒腾倒腾 没时间的话 就这么待着空空水 好吧 黄点叶子很正常了 别的没啥 好吧 今天养花问题很简单啊 就这么些啊 那给大家稍微总结一下 你看 现在呢 基本上就是冬天养花 遇到问题比较多 是吧 南方的话有的老是跟着北方的 学冬天 南方不存在冬天 你四季如春是吧 不存在冬天 你正常养护该事外事外 你要北方的话有啊 你很多的一些个都是家里边有暖气了 缺光了 把通风差了 你就适当的拿捏一下胶水 好吧 你别老是闲门是总交 另外一个离地暖稍微远一些 冬天的阳光尽可能的给住 好了 今天养花问题就到这了 就不少接点个赞 一下 养花问题的视频要理呀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转一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见不见 拜了 拜了